1979年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后一次大规模对外用兵 这场战争虽然仅仅持续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用时任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的话说 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的历史 多年后 当美国人回顾这场战争的时候 也近乎中国人从这场战争中得到的东西 满过了全世界 那么中国究竟从这场战争中收获了哪些好处呢 自明清以来 越南和朝鲜就是中国朝共体系中 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藩属国 但与一向听话的朝鲜不同 越南这个国家一直心怀意志 脑藏反骨 自五代十国时期独立以来 就一直跟中原王朝磕磕碰碰 由于两国之间同文同种 同根同源 中原王朝统治越南基本上没有文化障碍 所以越南的统治者自独立以来 就一直刻意营造筹划情绪 经过上千年的潜移默化 对北方人的仇恨已经深置于越南的文化基因之中 十九世纪初期 越南瞅准机会玩了一招引狼入室 企图借助法国人的力量 驱逐清朝在越南的势力 结果没成想满火资焚 让法国人给反客为主了 但即便如此 中国为了捞这个不争气的小弟 也冒着巨大的风险 跟法国人打了一场中法战争 然而由于晚清统治腐败 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 法国不胜而胜告终 越南自此沉沦了很久 二战时期 法蜀越南殖民地被日本侵占 战后日本势力被赶出东南亚 按照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规划 越南被划分为中国接收区 日本人走后 蒋介石如约派出国军前去接管 可胡志明等人却不干了 为了赶走中国人 胡志明说出了那句重名的话 宁闻五年法国屁 也不吃一辈子的中国香 胡志明说到做到 转过头就勾搭上了 不共戴天的仇家法国人 这种行为的性质 基本上就跟今天某个中国人 为了一己私利勾结日本一样 妥妥的赎典望祖啊 法国人以收复驻地为借口 派出军舰想要强行登陆越南 跟当地的国民党驻军打了一仗 结果大败 后来 蒋介石忙于打内战 不想在越南这个疙瘩 跟法国人做过多的纠缠 中国再一次不败而败 国民党军队撤退后 法国重新直迷越南 可随着中国人的撤退 法国人跟越共之间的矛盾 再次暴露出来 双方话不投羁绊举多 很快就反目成仇打了起来 法国虽然打不过国民党军 但收拾越宫内几条破枪还是绰绰有余的 没几个回合的功夫 胡志明等人就被赶到了中越边境的深山老林里头苟延残喘 直到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胜利 越南的局势才迎来了转机 渡江战役之后 我军兵分三路收复江南 其中负责歼灭当时两广地区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中陆军领军人物 就是东野林总跟中野陈庚 陈庚在解放广州后 就一路追击国民党的溃军 来到了广西南部的中越交界处 陈庚跟胡志明是老朋友了 两人当年在黄浦军校时期 曾经有过一段共事的交情 胡志明听说他来了 立马派人联系陈庚 请求援助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如周恩来 陈庚等人都跟胡志明有过不菲的交情 而且受限于历史局限性 中共领导人并不清楚中越两国 在历史上那些狗屁倒造的事情 只是一厢情愿地以为 双方都是一个阵营的革命兄弟 就对越南进行了慷慨的援助 解放军不仅把解放大西南期间 缴获的美食装备全都送给了越南 甚至还派出顾问团 对越南游击队进行全面军改 越南在得到中国人的手把手教学后 军事实力一日千里 很快就反超了老对头法国人 最终于1954年的电边府大街中 彻底把法国势力赶出了北纬17度县 可以说中国对越南是有再造之恩的 可这家伙却像他的那些祖宗一样 屡屡恩将仇报 1954年中、美、英、苏、法五个国家 在瑞士日内瓦开会 商讨解决印度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 五大国最终决定以越南地区于北纬17度县为分界线 划分两大阵营在越南的势力范围 以当时中国国力能够争取到这个结果 已经是尽力了 如果寸步不让 那么极有可能会引来美国的干涉 结果无外乎就是第二次朝鲜战争 可要让中国出兵去跟美国人死磕 为越南的统一战争买单 就算两国感情再好也不能这么干呀 可是越共南方派 却觉得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义务 我们不支持他们完成统一战争 就是对朋友的背叛 日内瓦会议之后 胡志明失势 坚持统一的南方派上台 南方派全然不顾日内瓦会议达成的协议 悍然对南越发起进攻 结果把中苏美法都给卷进了战争 我们被迫要替他的统一买单 这些仇视中国的南方派占据了越南政叹后 虽然迫于现实 不得不跟中国虚伪为一 但是新底里早就已经是貌合神离了 1972年 尼克松访华 中美关系破冰 南方派又一次觉得我们出卖了他们的国家利益 双方关系在明面上出现了裂痕 1975年 越南完成统一之后 果断甩开中国 投到了苏联的怀抱之中 企图借助苏联的力量 统一法属殖民地印度地区 跟中国分庭抗礼 为了讨好苏联 越共领导人李损在党内清洗清华派 在国内驱逐迫害华人华侨 并且还派军队越过中越边境 袭击我国的村庄 杀害我国的边民 对于越南的白眼狼刑警 中国也是七分不已 可当时我们刚从混乱中走出来 国内很多问题积带梳理 只好暂时咽下这口恶气 1978年12月18日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彻底解决了国内问题 这才有条件腾出手来收拾这头白眼狼 三个月后 也就是1979年2月17日 中国就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 开战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中国就攻破了越南首都河内的 最后一道屏障亮山防线 战前一只叫嚣打到有意关的越南政府 被吓成惊弓之鸟 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只要中国再加一把劲 越南就能再次收获王国体验卡 而且当时世界各国都以为中国会这么干 可就在这临门一角的时候 坐镇北京的邓小平 却急领前线的许师有将军后撤 中国放弃所占领的全部越南土地 退回战前交界线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 邓小平的这个做法可谓是非常高明的 如果我们占领了河内地区 灭亡了越共政权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是要一直吞并越南吗 这不就成了赤裸裸的侵略了吗 到时候中国在国际上就会被孤立 这不符合我们改革开放 广交朋友的既定方针啊 可如果我们放任不管 那越南地区必将再次陷入混乱 这万一日后打出一个亲美政权 那么几十年的越南战争不是白打了吗 所以越共这个政权可以敲打 但不能够把他给打死 越共有一万个不好 但他至少不会完全倒向美国 毕竟双方有着血害深仇 没有一代人的时间是划不开的 就算双方的仇恨划开了 以越共对民族独立的执着 也断然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庸 两海相权取其轻 留下越共 至少可以保证二三十年内 它不会成为美国的反华基地 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 获得第一个好处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越南战争的成果 我们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争 获得的第二个好处 则是遏制了越南在中南半岛扩张的野心 并且获得了东南亚国家的好感 要知道 在毛主席时代 我国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一直都是比较僵的 那时候 我们主张对外输出革命 像缅甸 越南 柬埔寨 老挝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的游击队背后 都有我们的影子 这就导致了东南亚地区的掌权者 对我们比较戒备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 邓小平曾经出访新加坡 希望获得李光耀的帮助 可李光耀却毫不客气地指出 你希望我们和中国一起遏制北极熊 可我们想的却是借助北极熊来遏制中国龙 这种戒备心理要是不消除掉 将会成为我们日后的对外开放事业的一块绊脚石 恰好当时越南吞并老挝 柬埔寨 以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实力 没有谁能挡得住越南人 大家心里都很慌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投名状吗 中国打击越南 维护地区和平 却又不贪图越南领土的做法 无异于极大的改善了东南亚国家对我们的印象 所以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 李光耀的态度就直接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说他改变了历史 除了收获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好感之外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彻底锁死了越南的强打之路 越南地侠民平 想要扩张只能向西越过长山山脉 吞并老挝和柬埔寨 进而燃止泰国缅甸这些高鱼之地 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打到越南首都河内城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越军的主力深陷柬埔寨 在解放军撤退回国之后 惊魂未定的越南领导层 无奈把驻扎在柬埔寨地区的越军主力抽掉北上 在老山 这阴山一带与我军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对峙 两山轮战 对于中国来说是活动筋骨 但对于越南而言 却是伤筋动骨 越南自二战结束后 就打了三十年的内战 好不容易才休养生息了几年 又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 长达十年的两山轮战 直接抽干了越南的国力 1986年 越南北方派领导人长征上台之后 就开始积极寻求与我方和谈 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 越南最大的后台苏联行将就幕 越南被迫放弃最后的倔强向中国低头 把老挝和柬埔寨吐了出来 而中国则通过此战收获的老挝 柬埔寨这两个国家的友情 时至今日 他们依然是中国在东盟中最友好的国家 只要这两个国家站在中国一方 越南往西方扩张的道路就会被彻底阻止 它永远都只能被困在长山山脉东边 那狭长的沿海地带里头 然而 这还不是我们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收获到的最大战果 中国在此战中收获到的最大好处 是我们获得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即使跟苏联阵营彻底决裂 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曾经说过 中国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在于他即使跟苏联划清界限 站在了冷战胜利者的一方 若非如此 在八十年代末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时候 我们极有可能会跟着苏联一起翻车 成为西方世界除之而后快的敌人 可对于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却让美国看到了中国在唯独苏联方面的价值 两国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 而美国也因此放松了西方资本进入我国的限制 我们因此初步融入了西方的全球化秩序 随着中国开放国门 双方的经济联系在八九十年代 获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到了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西方的西方的资本 尤其是日韩两国的资本 在我国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面对如此大的一块经济蛋糕 西方想要跟我们做彻底的决裂 总需要三思而后行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天下是坏就坏在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若是中国还像过去那样 跟西方没什么利益捆绑 西方绝不介意把中国跟苏联一起送走 可是当他们尝到中国这块大蛋糕的甜头之后 只会越加的欲罢不能 直到最后把中国彻底纳入全球化体系之中 亲手把他培养成一个无法控制的凶狮 谢谢大家